大家好 我朋友在这里养了几只狗 听他说他有一只母狗 有两只腿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过去看一下他那只母狗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就在前面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们已经到了 受伤的就是这只母狗 两只腿都受伤了 有一只腿非常严重 听说骨头都已经碎了 这个受伤了 这个腿已经受伤了 都已经包出来了 现在我老乡想帮他按下药 现在我老乡正在准备给他按药 现在我老乡给他 处理伤口了 跟他 搞点差点药 这个狗还带了个 嘴套子 预防他咬人 这只狗很可爱 这只狗是出了车祸的 昨天出了车祸 听说骨头都已经碎掉了 太可怜了 现在的话是用这个减幅 把这个有伤的地方 把它淋湿了 因为昨天的话出了非常多的血 现在这个血的话捏着这个毛 20分钟之前是给这个狗打了这个止痛药 所以的话这个狗现在的话还算是配合 但是用力过猛的话 当他还是会感到一点痛的时候 他还是会挣扎 现在正在给他撒药 这个狗太可怜了 这只是一只母狗 旁边有三只小狗子 也是这个母狗生的 他一直在看着这个狗妈妈 他也知道他的狗妈妈受伤了 一直在看着 现在我这个老乡跟他在上药 现在我老乡正在帮他包一下 看好了药就要把他包回去 太可怜了 狗的腿 残废了 也就是说好不了了 因为看视频的网友们 总行的帮忙指点一下 是昨天被那个车撞了 撞了一下 太可怜了 这只狗的腿已经包好了 再过一个月的话就可以下地了 就可以跑了 这两只腿都受伤了 太可怜了 要在这里 干一个月了 没办法 刚才听我朋友说这只狗 狗的腿其中一只只要残背了 这看视频的网友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处理一下这只狗的腿 让它重新再站起来 我朋友就是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这只狗只能变了三只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